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幸运星 我是股市幸运星 华冠投顾总顾问林信荣 林老师 今天大盘再度盘中大跌108点 现在回头你去想一想看 为什么上个礼拜五 我把柯纳先赚一趟之后 我不买股票 一直到昨天我才开始动手 买我们的一倍多量一倍 在资料里面倒数第三档 昨天是打到快跌停 我带会员进去慢慢逢低布局 而昨天尾盘拉涨停对不对 对 低根涨停 今天大盘再跌108点 我告诉你一尾依然是涨停板 两天涨了20% 因为昨天是砍到快跌停 拉到快涨停 今天再给你一根涨停板 为什么老师礼拜一礼拜二 都不买股票 从上礼拜我把这个柯纳卖掉之后 我们就只有基本持股 为什么 记得礼拜一老师跟大家说过吗 我说你要留意 那时候礼拜一 我是不是跟大家分析大盘的秘密 我告诉你 那一天很好玩大家都在抢哦 那一天是8700点哦 大家都在抢 老师说什么 你还记得吗 你要记得那是人工盘 你要留意 人无远虑必有近优 3月19号我跟你说台子期要结算 结算完之后你要开始小心 还有礼拜四就是今天3月20号 我告诉你FED 升息的会议 会议记录要告诉大家 那我也先跟大家说 大家先不用急着买 要怎么样 微乎微乎神乎神乎故能至敌之私命 我也说过大盘未来的秘密 我在礼拜一就跟大家报告 而且我叫大家怎么样 孙子兵法第四季要以义代劳 股票不用天天买 不用天天买 那我也已经七早八早 我就告诉大家 这个标股的 我们讲大盘的秘密 那你现在回头一看 真的呢 今天有没有大跌 有 今天有没有大跌 有 那么我也跟大家说过 这个盘要不要紧 我说过它是多头架构 多头架构最基本的 就叫还涨急跌 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这几天在急跌 急跌之前我们先预先告诉你 你要小心哦 礼拜三礼拜四要开始跌哦 那礼拜三要不要 送你一根大黑K 今天再赏你一根大黑K 我都是讲在先 那我说急跌的时候 你要开始怎么样 那个时候我给你讲 标股的秘密 你要开始留意 大盘的结构改变 我们讲架构改变 不变就是多头架构 但结构会改变 改变的是什么 你未来要买的股票 会涨的股票是什么 是我们讲低基期 然后有转机 有业机的海底机 我是不是这样跟大家报告 好 那我等一下让大家看看 其实现在大盘 我们讲架构没有变 还涨急跌 那是正常的 那我也说过 唯有恐惧才是 顶级富豪的制造机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昨天送资料给大家 而昨天大盘叠 没有人在送资料 我跟你讲 我幸运星老师 就是大盘不叠 我就不送 那我昨天跟大家说 今天还会再来一根 你看今天有没有再一根黑K 那这黑K做什么 弯腰剪钻石 一围有没有涨停 全体幸运星家族 昨天有没有给你一根 今天再给你一根 今天大盘 我跟你讲 今天台股涨停的没几支 你看我们是不是就是排在里面 而且我们是第二支 而且已经涨了20%了 你去减跌停的 然后拉到涨停 隔天再涨停 不是很舒服 对啊 股票就是这样买啊 你当然是低低的买 高高的出 难道是高高的追 低低的出吗 那涨到60块 大家用抢的 我今天跌到10块钱 一下我叫你买 你说很危险 怎么颠倒呢 所以我说在股市 就是你就稍微理性一点 然后要学顶级富豪 要靠到掌 算盘 然后一块他那怕理性也干 我可以不要赚啊 我可以不要赚啊 但是我出手 我就是要赚 全体幸运星家族 昨天出手的一围 昨天有没有送你一根涨停 今天再一根涨停 包括我们讲的 一点就通 昨天一根涨停 今天再给你半根涨停 等一下我们来就股票 来跟大家分享 那这些股票都在我们顶级富豪 标股集里 我说过 我从礼拜一就跟大家讲 不要买股票 你要开始以亿代劳 并且把涨多的股票 先放到口袋 然后满手现金等什么 等天上掉下的礼物啊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 回到大盘 3月17号 礼拜一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 小心啰 多单减了5984张 那这里呢 你要开始留意 这是人工盘 好 那么呢 礼拜二我跟你讲 虚弱已经在里面了 对不对 我就告诉你 这里你赶快把现金收一收 要以亿代劳哦 我说这叫大内高手盘 我说困敌之事不以战 损责 损刚 柔意 就是你必须柔柔的在等待 几天没卖股票没有关系 但出手我就是要给他掌停板 好 那么在礼拜二我特别跟你讲 多单又减少了8000多张 中共 好 那么礼拜三昨天 昨天老师怎么说 来 匈奴真的来了 我那时候讲了一个 这个我们讲赵国的礼牧 这个礼牧呢 我们讲 我们讲 什么东西都不如匈奴 但是那个脑袋迎匈奴 冷静迎匈奴 结果呢 区区的礼牧 可以打败匈奴十几万大兵 让匈奴的残余 十几年不敢再进 我们讲的宴门关 用的是什么 智取还有就是要耐力 在股市里我告诉你 当大家恐慌 当家大家都恐惧 当大家都疯掉的时候 你只要维持智慧 你要赚钱真的不容易 真的不难 今天就有很多经营财宝 被丢出来 信心家族 我们今天是在加码 记得买绿不买红 那加码什么 等一下我们来讲 那我跟大家说 小心投信结账的个股 那么今天大盘果然 再跌108点 我早就预告给大家了 好现在开始来分析 今天跌的是什么 我在礼拜一我就跟他说 再来大盘 这个涨的东西结构会改变 涨多的它会拉回 那么大家要去布局的是 海底基而且是小型股 第一资本股本要小 第二是什么 就是你要有转机 有业绩打底完成的 这样的股票 对不对 好那你今天有没有发现 今天重灾区是什么 第一叫做全职股 我们讲2330的台积电 今天跌了2% 大盘大概跌1% 金融股今天头头加起来 大概也是跌2% 金融股是福贸 我们讲服务贸易协定的 这个受害股 金融股狂跌2% 红海跌1% 大力光跌2% 群创跌1.4% 还有所谓的联电跌1.56% 再加上台达电1.68% 通通都是全职股 好这个第一个 你讲这个股本比较大的 今天有没有中间落吗 那我上礼拜就跟你讲 不需要碰这些 你要开始去逢高获利了解 然后开始去买那两只鸡 而且是小股本的 那大家今天发现 hold盘的是什么 这个叫联发科 我告诉你联发科 它早就跌下来了 那你发现今天 有稍微hold一下 先跌的就是先止跌 这样你了解吗 好 那代表这个盘有没有问题 我告诉你没有问题 现在有问题是什么 利空很多 那盘要修正就是要利空 你没有发现 每次盘要修正就一定会有利空 没有我就给你生出来 我也给你生出来 福茂我之前说过 那叫审查会 审查会就是审查而已 还没到表决 但是你没有觉得 现在搞得好像这样 人心惶惶 不这样怎么会跌 那你不这样剪 怎么会剪得到黄金 你不在大家恐慌的时候 你怎么当顶级富豪 所以我在昨天是不是送大家 顶级富豪 我看有没有带 哦有 今天一样开放赠送 我是不是送大家顶级富豪标股集 那我跟大家说 我昨天送大家的时候 你要知道哦 现在呢 危机四伏 请大家不要怕 利空才能出标股 恐惧是顶级富豪的制造机 那么幸运星老师呢 也我告诉你 我动员了整个幸运星操盘团队 为大家准备了顶级富豪标股 免费赠送 有钱大家一起赚 我昨天就讲 我们买的是一点通 我们买的是什么 一围 对不对 我们还买了二围 二围昨天拉了快涨停 今天也创新高 好 那么我们来讲这个一围 为什么今天第二根停板又出来 我昨天也特别给大家看 我们有多少时间讲多少好不好 一围 我们昨天也给大家看 其实哦 除了大盘的秘密之外 标股一定要秘密才会涨 标股如果没有秘密 它就不会涨 或者是秘密都已经让大家知道 它就涨不了 本来就是这样 好 这就是我说 人卖 钱卖 卖卖相通 才会有涨停板出来 涨停板当然就是因为钱砸出来 对不对 那钱呢 钱当然在人的身上 那为什么这样的股票 我送给大家 一围 一围 低价股 那它曾经是65块 但65块你们发现人好多 用骨声 所以我觉得在股市真的很奇怪 为什么65块大家都不怕 然后用抢的 为什么10块钱以下 大家都怕用砍的 不懂啊 我也不懂啊 那为什么我每次这样带 我就一定会赚钱 我昨天跌停 接近跌停 跌了4%以上 开始去做带劲 那么呢 昨天就拉到涨停 给大家看 9.11 砍到这 来 我是不是开始做带劲 这里再带一次 买两次 对不对 好 昨天有没有锁涨停 这涨停就不是我锁的 我早就买好了 我就说买黑不买红嘛 那大盘跌50点啊 你干嘛不进去捡黄金呢 那么今天你看这个一围活龙 今天有没有杀给你买 有 一样我杀 杀完之后我再拉 你知道吗 两天有没有两根涨停板 这叫什么 大盘是崩叠的 我告诉你 我一样锁涨停给你 这叫买在底部 不影也难 今天如果我是带你买在这儿 追追追哦 闭着眼睛 带着钢盔往前冲哦 追哦 今天棒棒棒棒棒棒 这几根黑黑就赏给你了 那我有必要在这个地方 胜率这么低我去做吗 我为什么不在这儿 我能等啊 两年两个月 有人等了两年两个月 我一天都不能等嘛 我告诉你还真的一天都没有等 因为其实基本上礼拜一礼拜二 我完全不买股票 我只要那边落 我要冲什么 那基本持股 有没有落差 我跟大家报告 基本持股今天相对大盘来讲 抗跌啊 你看这 我也跟大家报告很久 驱动IC之王 要赚大钱哦 大家都要很有定性你知道 这支哦 驱动IC之王你看一下 是谁 我公开很久了 叫做需要 他的产业面我讲很久了 你知道吗 这几天 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今天是礼拜四 礼拜四老师做节目 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这个我们讲数据还没出来 我们讲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就好 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这档股票都不涨 压在52块以下 但是外资光是这三天买你快三千张 匈奴跟在我们后面买 我们竞价很低 我有没有卖没有 那今天大盘跌白点 你看这一支 这叫海底鸡我也送给大家 它有没有涨上去 而且再创新高来到53块5 我四十几块就跟大家分享 对不对 来全体幸运性家族 我们一张也没卖 管你涨停还是跌停 我就是不买 我就是不卖 对不对 好 那这种股票根本涨都还没开始涨 因为人家 我说凶蛮蚁啊 外资跟在后面买 一买就买了两三千张 盘再杀他再买 你还不知道结构已经改变了吗 还不知道吗 不知道没关系 今天还来得及 老师说过 拼不拼我买什么 这一份 这一份 顶级富豪 顶级富豪做事都是这样 人丢我减 你再怕 我再兴奋 顶级富豪标股级 免费赠送 在这个盘 洗刷刷洗蓬蓬 还涨集叠的过程中 你一定要去弯腰剪钻石 但是你剪的钻石 绝对不能是长高 杀下来那种 你不要去接那个 掉下来的刀子 你一定要底部打完之后 开始有发动的好股票 而且业绩 转机 我们讲都出现的那种东西 这些东西 我动员幸运心操盘团队 做好了 免费真的送给你 在盘 杀最凶的时候 送给你 那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等一下个股的问题 标股到底 有什么样的秘密 什么样的人脉 什么样的钱脉 能够卖卖相通 让一尾两天两根涨停 而且涨幅20% 这当然有秘密 带我们回来 那还没拿到资料赶快拿 谢谢 台北湾系列 江南大仔 2805 9898 干杯 tayo 嗨 0266303201 幸运之心在华冠 荣华富贵跟着来 华冠投顾林总不问 扎实的分析能力 精准的解盘技巧 快横准的操作手法 把趋势当永远的情人 把损失当最大的敌人 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 与获利谈一场幸福的恋爱 速播幸福热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头痛 请用五分钟 爸爸 鹅排气密窗 专利富了是岛块 寻觅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鹅排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 也是 带友 嘴记听 先用记听 五分钟 大盘老师早就算出来了 对不对 礼拜一就跟你讲 你要离礼拜三 台子期结算 再来福茂 虽然我不怕它 但是它一定会制造一些利空 让大家恐惧 你有发现 有内忧就是这个 外患我也跟大家说过 除了乌克兰战争之外 你要留意3月20号FED要开会 开会之后 它会告诉你一些生息的东西 这都会影响到盘面 所以我不买股票 我要等它杀下来再买 它杀得越凶 我买得越猛 全体信誉性家族 老师是不是带着你买 顶级富豪里面最顶级的瓦铢 一尾活龙 它到底有什么秘密呢 第一个 你要当一尾活龙 你要跌得够深 我说过在此此此地你要做股票能赢就是要什么 你要低 我们讲风险系数要很低 要安全 有钱人他在买股票 他第一个不是先想到赚 他要想到我必定不亏 然后还要大赚 好坏喔 有钱人本来就这样想 一空人打你死的杀了 我要安全 安全摆第一第二 我就要涨幅摆第二 好 安全的话基本上要跌深 跌深 那我刚才给大家看到 一尾活龙它跌得有多深 那你要赚一尾活龙是谁的话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 这个拿顶级富豪标股 而且我跟大家报告 顶级富豪标股 里面还有很多股票 还没开始动 但是我告诉你 它已经是底部 又被再砍一刀 基本上今天这一些资料 相对来讲都强势 只有这档 我就告诉你这档是跌停 那它为什么是跌停 因为它重见落 今天我们讲有关 服务卖协议的 所有的相关概念股 比如说游戏类股跟金融股 都是重灾区 所以这两 游戏跟这个金融 你先避开一下 那这个的话我告诉你 你就看着老师的节目 时间到我再告诉你 我们线上教学 希望大家都赚到钱 大家一起赚大钱 均小钱 政治白边 政治我说过你认真 你就输了 政治这种东西蛮无聊的 重点是你要让你的经济好 我口袋里有钱 那才是最重要 政治好 你口袋里没钱 那也没用 政治不好 你口袋真的很有钱 那我给你按一个赞 好 我们来拉回来 怎么样让你口袋有钱 你要拥有活龙级的股票 义伟 义伟他爸爸是谁 我要告诉你 标股背后的藏镜人 你一定要藏镜人 一定要爷爷 一定要爸爸 一定要有这个我们讲的 抚养的人 有三个人在抚养这只活龙 那这只活龙又从六十几块 六十五块跌到十块钱以下 你认为呢 我跟大家报告 钱卖人卖卖卖相通 爷爷是谁连点 大不大 很大 那么爸爸是谁 上市公司的3037的星星 好 那么还有一个呢 这个叫小王好了 3585的连制是在 我们讲新贵的 我告诉你哦 上市上贵通通他 通通都在养这一只 这一只是OTC 养一个新贵的股票 不是新贵 这个我们讲上贵的股票 上贵的股票基本上 资本的会偏低 活动 活动起来会比较快 就像羽毛一样一吹就飘上去 一吹就飘上去 所以像大盘在修正的时候 本来就是该避开全职股啊 你全职股要杀大盘才会下来 大家才会怕 才会乱扔啊 这一切都是主力的引流 你看得懂吗 我已经预告过了 我已经预告过了 但如果你手上 拥有的是底部的股票 你不要理它 拉回你就跟着我 用力买 用力买 包准你吃香的喝辣的 来 所以也因为 它是这样的状况 你有没有发现 奇怪大盘怎么跌 它就是怎么涨 大盘第一天跌快50点 我第一天涨幅超过10% 大盘第二天再跌100点 我第二天我一样给你拉涨停 好 那除了这个我们讲 有钱卖有人卖之外 还有一个卖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是一个秘密 这里也给你看 看清楚哦 这开始要解答一些消息面的 利多利空 去做一个解答 这个东西大家当利空 我当利多 所以我会在 它杀到快跌停的时候 我带会员去布局 后来尾盘不知道谁 给我们拉涨停 今天又不知道谁 又给我们再拉一次 好在 好在 全体每一个层级的信用性家族 大家在害怕 你再数涨停 而且是数钞票那种涨停 我说的股票就是 我们会员的股票 全体信用性家族 帮老师做见证 你的需要今天有没有创新高 你的一围 有没有两天两根涨停 还有你的二围 今天有没有再创新高 还有你的一点通 今天有没有再创新高 昨天送你一根涨停 这都是我们的股票 对不对 奇怪好像大盘涨200点 没有啊 两天已经落几百点了你知道吗 最后也落几百点了 我们已经起到什么样子 这就是买在底部的重点 你 我讲底部完 你不赢也难 你追高 不输也难 好我们再拉回来 这个一围 这个我们看一下 拿到资料也可以一起看 可能没拿到资料 你就先看电视 赶快拿起一纸神功打电话来 这个我们讲 它在礼拜一有开董事会 决定减资35% 弥补亏损 没错它是亏损的 它是亏损 不然怎么股价从65跌到10块以下呢 那因为这个它算是面板类股 我也跟大家说过面板 面板你要开始留意 它是面板 面板 那面板我不会带你去买群创 带你去买友达啦 你盘就要跌 我干嘛带你买那个 我带你去买面板的零组件 跌升打底完成 又有富爸爸加持的这种 而且它开始要调整 它们的购买设备 然后呢它们开始要发展 另外一个形态的 我们讲有关面板的 ITO的这个触控薄膜的一个商机 就是因为这样我告诉你 它又要剪汁 那大家听到剪汁就砍了 遇到大盘就闭着眼睛砍 砍到快点停我买 剪汁是好消息 为什么 剪汁代表我有一块肉 这个feu 这一块肉烂掉的地方 我要把它切掉 留下那个好肉 然后我再进一些新的设备 要把它翻转过来 而且它本来3亿多 减下剩2亿左右 哇 本来就是羽毛了 现在变绒毛 更好一吹就飞出去了 我喜欢这种股票 现在大盘不涨 你就是要涨这种不是的吗 不然你跟我讲 台积电怎么涨 你大盘下100点 台积电如果我起起来 大盘就买 买了100点 这也是一个我们讲的 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大家留意 你懂吗 所以信心老师 人无远虑必有禁忧 为什么我前两天 忍着不买股票 我也会追标股 我闭着眼睛靠 涨停 涨停 涨不停 但是我不做这种事 我在做投资理财 我说过我是李牧 我们要打败匈奴 其实在我认知里 匈奴就像外资一样 人家钱比你多 人家身材也比你好 讲话也比你大声 对不对 很多东西都是 不平等的状况下 你要靠什么赢外资 靠脑袋 要不然靠什么 当然啦 要为乎为乎 神乎神乎 故能致敌之私密 当大跌的时候 我告诉你 底部打好的东西 就拿去买就对了 好 我们再拉回来 所以就这个我们讲的 标股的秘密这块 有没有完成 有 所以我两天给你涨了20% 好 那还有一点时间 OK 我看一下 那我们讲这档 这也是我们的持股 全体星云星家族 你是不是都有 好 这档股票 我告诉你 看能不能带来 好 这个 这个更好玩 这叫藏进人的故事 我先给你看这档股票的现行 我们来看一下 这档股票的现行 也是喔 我们讲 我今天好像忘了带了 我看一下喔 这档股票的现行 也是很辛苦 就是说 我跟大家报告好了 这档股票它的现行 它是从53跌到成25左右 好 那你看一下 这两天大盘是不是跌 对不对 来 亲爱的全体星星家族 重压的先进去 买买买买 摸买买 重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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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大跌50点 昨天涨停 今天 加码加码加码再加码 买率买率买率 你给我闭着眼睛买 就是给我买率 后来有没有再给你拉半根涨停 两天已经1.5根涨停 为什么它会涨成这样 我说它50几块跌成20几块 是不是符合腰斩 腰斩的一个 一个我说我要的腰斩策略 再来它打底完成 第二个最重要的是 标谷要的秘密 你看 标谷的秘密 台南桂鸿钢铁的 谢家大家认识吗 你不认识对不对 那这家你总认识吧 5306桂蒙你总认识吧 桂蒙长翻了啊 大家知不知道桂蒙是长这样的啊 好 这是借壳上市的巨星 说老师桂蒙光我们这个一点通什么事 当然有啦 当然有啦 来人脉 好 桂蒙的幕后长进人是谢家 重点来了 谢家是这家资产管理公司的金主 那是不是代表谢家也是这家的长进人 钱就是多啦 我钱就是多 一点就通 就在他的抚养下长大 那么这三档的话 油价有量的是这一档 而且底部打好 那如果你是老师 你会不会不用担心 盘杀你就是给我压 因为他盘不杀你怎么买啊 你也要比较少许少喝哪一杯 喝两档啊 让他抬到血流成何一群 我带你去弯腰剪钻石 这么一剪下去之后 你没有发现 其实老师股票这两天 怎么感觉好像大涨200点一样 一点都没有那种恐惧的感觉 所以我就跟大家报告 做股票其实是要有一点点谋略 然后真的要稍微稍微有点耐性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点就通的陷阱 怀胎九月整理九个月 这里开始油量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 好不好 那么我们讲全国投资朋友 这份标普资料会一档一档来 你锁定老师的节目 我会告诉你怎么去做操作 顶级富豪标普集 盘越杀我又要送 恐惧才能创造财富 谢谢 把另外一个来 神水有贝卜 带 神水器材轻松省 带 茶楼一滴也不浪费 带 水回收利用 是美德更是功德 浪费不知珍惜 老天爷给再多也不够用 你今天爱水了吗 荣华富贵跟着来 法官投顾林总不问 扎实的分析能力 精准的解盘技巧 快很准的操作手法 把趋势当永远的情人 把损失当最大的敌人 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 与获利谈一场幸福的恋爱 速播幸福热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幸运之心在法官 荣华富贵跟着来 法官投顾林总不问 扎实的分析能力 精准的解盘技巧 快很准的操作手法 把趋势当永远的情人 把损失当最大的敌人 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 与获利谈一场幸福的恋爱 速播幸福热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到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就是这么方便 全国最大家具馆 很大很浪贯 精品家具 一次都无奔买齐 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春季三出售 现正实施中 吹记听 先用记听五分珠 清晨一起发生给住宅的火灾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快把瓦斯炉关掉 怎么还有收音